这只形式大白鹤 是到海边做渔苗放生的时候 到南辽海边渔苗放生的时候捡到的 就把它拿回来当纪念品了 也可以为小小的花园做一个情境的布置 我要把白鹤用螺丝拴在水桶 这是一个水桶 已经种了一年多了 但是这只鹤要让它在这里 领力太阳已经出来了 现在要把鹤做领力的动作 我用螺丝这样子把它拴上去 所以我们看一下吧 我就是用这样子把它拴上去 用螺丝把它拴上去 我用来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只鹤顶力的领力的领力 在這盆子上面 我鑽了兩根螺絲 它的兩隻腳 就這樣子把它鑽在這個盆子上面 然後這個盆子呢 要來種蝶豆花 去年已經種過的蝶豆花 今年呢 再一次把它換土 再來種植上去 這個是剛才在盆子中移出來的 這個應該是 今年應該算是第三年吧 去年呢 開花開解 開了很多花 但是這一盆我沒有把它去除 我在想它應該還可以再繼續 因為它又 又開始冒新芽了 所以應該可以再繼續 我現在把它噴土稍微做根替 然後把這些根稍微的修一修 然後再來 再次的把它換噴土 噴土呢 我們就換了 然後堆肥 用廚餘堆肥 然後讓它再來 重新再長 這個就是 我經過修剪以後的蝶豆花 就這樣子 那我們要準備 再來把它種植進去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大概已經用廚餘堆肥 在大概一半左右的土 然後我們繼續 繼續把這個之前堆肥造土的土 再放進來 其實這些 這些盆土呢 是因為從 別的 另外種菜的 種花的 盆土裡面 堆肥造土 產生出來的土 都是非常的有機的 然後我們呢 為它淋上酵素 酵素液 鳳梨 自己做的鳳梨酵素液 把它淋濕了以後 我們再來 放上一些土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 把這個 蝶植的蝶豆花 再次的種植上去 好 我們現在呢 就要把這個 已經長了第二年的 這一株 已經修了根以後 我們要再次的種進去 然後我們現在呢 好像還是有一點 也要再補 還是補夠的 好 我们让它依着这个百合松长合 然后我们淋上酵素鱼 把它淋湿完全的湿透 还需要再一些土 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是已经把这一株 在这个盆子里面 去年已经长了一年 然后生了很多的蝶豆花 然后也开花结枝了 这个就是它的枝 然后三月初吧 我就用蝶豆花的种子 育苗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一颗 今年它的孩子 把它种在一起 让蝶豆花更旺盛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 把这一株蝶豆花小苗 移植到这个盆子里面 让妈妈来照顾孩子吧 让小小蝶豆花可以成长 继续展一些土 我们把这个小苗也种上来 小苗让它往这个方向一点 然后补上 OK 我们的蝶豆花完成了 今天这个山猪母猪来照顾小苗吧 然后我们必须把它淋上水 让它浇湿 那我用的是酵素液 让它整个淋湿 我们就完成今天的蝶豆花移植 然后我们有一只 非常天然的长鹤 站立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鹤 你看 翘翘的屁股 大大的眼睛 长长长的嘴巴 太阳出来了 所有的能量 都来自大自然 享受大自然的美 我们期待着蝶豆花可以 深深不息 这个就是蝶豆花 在这个小小花圆埔里面的一个角落 它要展现它所有最美的姿态 分享蝶豆花的好 你好我好 大家都很好 very good 期待蝶豆花 长大开花 现美丽 现健康 爱吗 Candy分享蝶豆花 遗植